欢迎收看第497七武器大讲堂 在上个世纪 苏联秘密研发了一款高级坦克 这款坦克 就是世界上第一款装备自动装弹机的坦克 特六四坦克 但是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 前苏联出口的坦克 在中东战争和海湾战争中 败给了以色列的梅卡瓦和美国的M1A1坦克 因此苏联为了对付西方的新型坦克 和反坦克武器的威胁 就以特六四坦克为基础 研究出世界上第一种采用燃气轮机 作为动力的坦克 特八零主弹坦克 不过 需要苏联就解体了 在苏联解体之后 继承者俄罗斯又以特八零和特七号坦克为基础 发展出了一款更加强大的坦克 力服役至今 本期武器坦坦 就由大家分析俄罗斯的最新型主弹坦克之一 特九零主弹坦克 早期研发的特九零主弹坦克 其实可以说是采用了特八零技术的特七号坦克改进型 当时之所以这么选择 是因为当时的经济不景气 财政上面基本上处于勉强维持的状态 如果研制全新的坦克 即将会投入更多的资金 费时费力 难度还很大 所以在1989年1月 苏联的乌拉尔车辆制造生产联合体设计局的坦克研制部门 就把眼光投向了相对便宜的特七号坦克 通过对当时的特七号BM坦克加以改进 升级先进的火控系统 以达到当时苏联军方的少花钱 又要维持一支数量庞大且技术比较先进的 装甲突击力量的愿望 当时的这个工程代号为188工程 在1990年 188工程的样车进行了场地实验 基本上达到了苏联军方的设计要求 因此从前开始进行试制 在1994年开始小批那生产装备俄罗斯陆军 到目前为止已经做了很多的升级修改 早期的版本基本上是沿袭了苏联坦克的设计理念 单个设备未定最先进 但总体性能却争取达到最优的一贯理念 研究出来这款坦克 其实属于特72系列的坦克升级 因此当时的工厂将其命名为特72B主张坦克 不过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则亲自提出将其改名为特90 所以这份坦克最后正式命名为特90主张坦克 特90主张坦克的整体外缸设计 基本上引用了特72主张坦克的构型 裹炮向前时 车长为9.53米 单单底盘车体长度为6.86米 宽度为3.78米 自炮塔顶部高度为2.226米 净重44.5吨 战斗群重46.5吨 在炮塔和装甲防护上面都做了比较大的提升 其车底前幕是驾驶室 驾驶员在驾驶室的中间幕尾 车底中幕是炮塔的位置 动力仓层位于车底的后部 在车尾还装有自救幕和附加油箱 这样的结构幕局 基本上跟苏联的大多数坦克是一样的了 已经是非常成熟的设计了 装甲防护上 特90主张坦克的装甲防护 跟欧美国家的有很大的区别 一般的欧美国家 在坦克的底部会加装双层甲板 以防御地雷的攻击 而特90则是通过 对体盘结构进行复杂结构的防御设计 达到抵御地雷伤害的效果 底部装甲采用的是 冲压层型装甲缸 焊接箱形结构的设计 而驾驶员的座椅 则并不是直接焊接在底部装甲上面的 而是直接固定在车辆顶部的装甲上 毕竟底部的装甲并没有那么的厚 这样一方面可以保护驾驶员的安全 另一方面 它能够降低车辆行使时 产生大量的震动 对驾驶员产生过大的影响 在车体的前套方 安装有贴鞋装甲 前上装甲的安装角度为68度青角 采用街形外形的设计 车手前部还可以挂载冒杖反应装甲 以增加前部的防护能力 在侧面的装甲防御上面 则采用垂直装甲板 与底甲板垂直上接的方式安装 同样也加挂了爆炸反应式装甲 维部防御则采用反向轻角的设计 在车体的各个部位 都遍布着多层的复合装甲结构 基本上主要防护装甲 都是采用了五层复合装甲设计 其中最外面两层为钢装甲 中间两层为非金属材料 车体里面一层为钢装甲 可以说防御等级 提升了不止一个维度 而车体的装甲厚度 因为没有官方的距离公布数据 目前还属于保密的状态 出现了炮弹由一个 交替的相有多层铝板和塑料板的 主战的壳体 和一个可控制变形的部件组成 这种结构在一开始的时候 还是具有优势的 但是在后来 跟我美国家的最先坦克比起来 就差了不少了 因此后来进行升级之后 换成了新型的蜂窝式碎片装甲 这种结构堪称是 俄罗斯坦克炮打中 防御性能最好的一种 这种装甲内部设置有支架 上面分布着很多类似于蜂窝状的结束套 而金属套里面 是一个凹状的蜂状金属体 由耐火相交封闭在内部 这样 当有炮弹遇到炮弹袭击的时候 炮弹的射流 或是弹心侵入装甲时 密封在接触壁中的蜂状金属 就会被冲压变形 然后进行反弹 将侵入物碎毁 除了实现防御的功能 据称特麒连坦克的 外部复合装甲的防护能力 经过官方测试 发射与同等质量的整块装甲相比 防护的有效性 提高了40% 再加上特麒连坦克 还在主装甲外面 加装了接触爆炸反应装甲 借目加强了防护等级 可以说 满配版本的特麒连坦克的水平 已经能和目前国际上 最先进的几款坦克 同台竞技了 动力系统方面 初始的版本动力为 V84MSV型 12缸四充成水冷燃油 直喷离线式 机械增压多载料柴油机 这款引擎能使用柴油 汽油和煤油驱动 当然 酒精到底能不能驱动 没有人试验过 理论上来说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V84MSV发动机 最大功率为617.4千瓦 能提供60千米每小时的 最大功率速度 后来升级的版本 更获了马力达到 1220匹的V9612气缸 柴油发动机之后 提最大速度 提升到80公里每小时 车内的油箱储备为1200升 能提供550千米的最大行程 如果采用外挂油箱的话 其续航里程能够提到700公里 特殊林主要达克的 行动部分和传动装置 是采用独立扭杆式情况装置 在车体的两侧 各有6个带橡胶轮源的 铝合金副重轮 其直径为750毫米 主动轮厚子右导轮前置 履带采用串联 镊合橡胶金属脚链履带 在车体的左侧的 最后一个负责轮的上方 则是发动机排气口的位置 在行动装置上部 都遭有侧全板 并且为了防止行动装置 被敌方炮弹击毁 在全板靠车前端的部分 也装有附加的 大方快行装甲 以提升防御能力 整体的结构设计 能让特7000主要坦克 拥有1.2米的射击深度 当然 配合换机设备 能达到5米的最大射击深度 能碰爬0.85米的垂直墙高 越过宽2.8米的战豪 其机动能力 属于目前坦克的第一梯队的水平 武器方面 主炮尾一门 2A46M 125毫米口径滑舱炮 能发射5A稳定突破穿甲弹 5A稳定破甲弹 破裂弹 9M119反射式反坦克导弹 这些炮弹都是全新研制的 新型的炮弹 能大大提高 对付反应装甲的破甲能力 主炮备弹为43发 其中4枚为9M119反射式反坦克导弹 这种反坦克导弹 是一种激光制导的反坦克导弹 最大有效射程为5000米 最大穿甲厚度为750毫米 在对付敌方坦克 和车载反坦克制导武器 和攻击集中机时 能达到先发自诊的效果 防空副武器是一门 而的SVT 12.7毫米口径的防空机枪 这款机枪射受为200发每分钟 被弹300发 射程为2公里 除此之外 在炮弹内部还有一体PKT 系人6毫米口径的同轴机枪 弹箱被弹为250发 在车内还有被弹7000发 由于对付步兵和近距离的防御 在炮弹的后部两侧 含存有8具油弹发射器 油弹长成的烟幕 可以让坦克有效的隐蔽起来 同时还可以遮备激光射线的指引 使得失去激光射线指引的炮射导弹 就很可能无法秘中坦克 而对于防坦克弹药的防御 特丘陵坦克拥有 石头兰一型光电干扰系统 这个系统是从解体后的 俄罗斯的特丘陵坦克开始出现的 在1991年的时候 俄罗斯军方通过分析 中东战争的实战情况 发现特7-2BM坦克 与美国的第三代主要坦克之间 存在很大的差距 因此乌拉尔机车 车辆制造厂设定局 为特丘陵坦克加装了 石头兰一型光电干扰系统 以抗其来系列防坦克弹药 这个系统就比较复杂了 安装在特丘陵坦克上时 完整的系统包括 炮塔前部的两台 OT SHU 17红色辐射仪 炮台两边的两台 OT SHU 17调节器 炮台两侧的 3D17烟雾发射器 炮塔前挺部的两台 DT SHU 1M高精度激光传感器 炮塔后部和侧面的三台 DT SHU 1M激光传感器 以及车内的控制机构组成 炮塔前部的两台 红色辐射仪也可以叫做 光电干扰发射器 这个只是针对于 激光红外复合制导的 反坦克导道设计的 在使用的时候 可以使用这个红外辐射仪 对准危险源 通过发送经过调制的 强红外辐射脉冲 以破坏和降低 红外导引头 解惑目标的能力 或者是破坏其观测系统 从而破坏其跟踪状态 简单来说就是 该光电干扰系统 可以产生一对 酷式导弹后部的 跟周围一达性标的 两个假图像 此次是有限制导的 反坦克导弹的跟踪器受骗 所打击错误的目标 据悉 这个系统基本上能够使 西方国家 大多数反坦克导弹的命中率 降低15%到80% 毕竟现在大多数的 反坦克导弹 都是使用激光红外复合制导 所以这个系统 是最主要的防御系统 在开机的状态下 会产生红色的亮光 非常像一对红色的双眼 而毕竟要发射大量的 强红外辐射脉冲 因此这个发射器的功率很大 达到了1000瓦 所以会产生大量的热量 而产生热量 会产生热气流 影响到上方遮场 和炮展的瞄准 所以一般情况下 都会加大一块金属盖板 以减少热气流 对观察瞄准进的干扰 而在后期改进行之后 通过换成了 方形散热震的模式 来进行散热 而对于不使用激光制导的武器 石头来一系统就无能为力了 这个系统不能完全的 确保特约领坦克 与现代反坦克导弹的对抗 因此在无法使用的时候 就可以选择预警之扣 成功发射业务弹的方式 来进行防御了 虽然很先进 但是这个系统 并不是特别的成功 因为在实战中装备 石头来一型的 叙利亚特约坦克的炮打中面 多次被反坦克导弹命中 整个过程中 毁坏干扰器 均未有反应 基本上对于反坦克导弹 缺乏有效的预警 因此在后续的特约改进行号中 有一些坦克 已经将该设备取消了 而在俄罗斯服役的特约 基本上都配备有这个系统 但是神奇的是 俄罗斯给印度引进的特约S 却并未装备这个系统 看得出来 这个系统还是有很大的价值的 特约坦克车主成员有三名 分别是车长 炮长和驾驶员 弹药的装填 由自动转弹机装填 再加上车上配备有弹道装填机 炮车具瞄准机 火炮稳定器等大量新进的火控系统 因此车主成员可以大大的减少 车内还具有核 生化三房装置系统 基本上已经考虑到 全球不同地区和国家的 战术和技术特征 未能在世界任何地区 执行现代化 作战任务能力而设计的 特约坦克从1994年开始 小批量生产装备俄罗斯陆军企 一直不断地改进和提升 已经衍生出了相当多的版本 包括特约S 特约M 特约MS等版本 特约坦克具有皮实耐用 维修方便的特点 尤其是发动机 更适应伊拉克常见的 沙尘天际以及复杂的地形 而且零配件更换 非常的简易 变运战场快速的维修的优势 深得伊拉克的认可 而这种实力 是精致的每次坦克 是无法比拟的 但是特约坦克 也存在技术路后 发展潜力不足 整体设计和动力系统 将较为美军的坦克 差了许多的缺陷 而最新的版本 特约AM型号 已经将现有的 特约坦克的潜力 完全诱尽了 在后续 基本上海南有所提升 因此这款坦克 虽然还能够占到一段时间 但是最终将会慢慢的走向 被淘汰的道路 好了 本期的武器党堂到此结束 更多精彩的视频 欢迎关注武器党堂 参考网期的内容 我们下期见